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来试玩这款最近封测的老游戏 影之刃 断罪者 游戏开发商是中国的灵游方 台湾代理商是Nijigan 也是中国的行销用跳板 在蛮早之前那款上了又不上的 炎王不高兴的影片中有介绍过 这边就让我懒人跳过吧 其实这款就是去年1月28号 于中国公测的影之刃3 靠着独特的画风跟战斗玩法 吸引了大量的玩家 但好景不长 并没有维持着开筹的热度 甚至口碑暴跌 评分从开策前的9分多 雪崩到现在的5分 目前在陆服已经接近凉凉状状态 上个月的平台收入约在5-600万左右 要知道在中国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数字 光是台湾的元宇宙手游 都可以屌打他10条街 所以这游戏肯定存在什么迷之问题 官方在目前B站动态 除了会发发固定的维修公告以外 今年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大更新资讯了 未来台版的上架确实令人堪忧 本次我主要是以电脑版为测试 想看手机版部分 各位可以再自行去搜寻 而这次继续入版 应该是有调整不少的内容 游戏为横版武侠类ARPG 主要玩法上接近暗黑3 所以又被称为暗黑系武侠 是属于类单机的游戏 整体化封为水墨手绘师风格 这在目前的市场上也算是少数了 玩家初期可以拳责三种不同的职业 但各职业的资料并不共通 你无法靠分身养主角色 你可以想象成这三个不同的帐号 所以如果你也想毕业多个角色来说 并不是太友善 主线的故事线是介于二代跟鱼血系列之间 围绕各种江湖恩怨情仇 在通关每个主线时 也会搭配手绘师的动画来讲述故事 但我个人觉得每段故事的时间铺陈有点过长 尤其武侠类的文学跟影视作品我都看过不少 感觉就像是听个老人家不断的发牢骚讲谷 甚至不如无奇迷途会让我想继续看下去 就...真的挺坐牢的 力汇方面 对比目前市面上的清一色的风格 总是容易让玩家视觉疲劳 这种水梦画风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确实会特别吸眼球 这个美术真的是可以治好一波了 战斗方面 要先提提这个特别的技能系统 是这游戏唯一让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地方 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组成喜欢的施放链 技能有些是回能有些是耗能 还有地面、空中、近程、远程的差别 所以搭配上需要废点心思 还可以进阶搭配各种星法跟装备 理论上来说可以玩出各种花式Meta 每个技能可以塞一个星法 有各自的属性跟技能等 目前总共能塞12个 依照路板当时开放的内容 每个星法还能再额外放两个辅助星法来提高面板 不同星法之间还能组成各自的效果 你可以想象成是崩坏3的圣痕、战霜的意识 也是这游戏的课景点我放到后面会一起讲 而战斗方面就是每张地图不停的刷刷打怪 跟暗黑散散毕镜一样 有机率会喷装备给你 某些地图上还会有随机的任务 游戏有导入动作游戏常见的 闪避跟破甲弹反 但老实说这弹反机制并不是设计的很好 主要是怪物的施放时机并不是这么好抓 有些警示跳出来后 还要好几秒才会施放技能 无警示的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玩过其他动作游戏 通常看到怪物动作后 下意识就会马上反应 不论快慢都还是会有容错率 但这游戏只要你慢个一拍或者快个一拍 就是直接判定失败 然后被打倒以后就会陷入漫长的倒地状态 体验上十分不舒服 反倒不如一直直接无脑硬干或者用闪避就好 而战斗中的连招感都是蛮好的 各种欧拉欧拉的打怪 搭配各种炫目的特效 玩起来是挺舒压的 希望某不良人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不过地图有时候会让玩家主动陷入卡模型的状态 可能是美术为了丰富场景细节 赛入过多的要素 所以有些需要上串下跳的地图 移动起来并不是这么直观顺畅 需要花点时间来适应 培养方面就是不断提升难度 或者刷副本的装备 就是类似暗黑的玩法 也可以藉由更换磁条来客制化角色 这点让比暗黑山更多元一点 不然像暗黑山每个赛季 如果不打天梯的话 玩个两天就能拿完奖励AFK了 毕竟有趣的玩法总是走不出PTR的 课境方面我用手机版来解说 一单6480元宝为3290台币 10抽约在860元左右 算了算起来好像挺一般的 感觉在中国近期抽卡类的首额价格 好像都这样了 如果要追求极致的伤害跟变化的话 就是要不断突破上去 像是提升命座一样 但单一新房你要养成至宫顶 初步估算至少每个都要上万跑不掉 所以无为客党千万不要盲目去追求 当初这也是很多LUF玩家吐槽的地方 对于课境玩家的体验极差 杂不够就跟大海抛石毫无波然 又因为没有PVP内容 顶多就是个多人副本 所以想当个重客玩家感觉就像个傻子 没办法获得虐杀的成就感 结论 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每个失败游戏的幕后 都有一群伟大的策划 这游戏玩法上没什么问题 就算只是无脑砍怪跟刷装的玩法 也有属于它的市场 但不是靠完善足够的内容吸引人 却是用课境的枷锁来延长玩家粘性 就像是用单机的思维开发游戏 却用手游的课境思维来续命 而这课境机制却又限制了本该有趣的玩法开发 像暗黑系列之所以好玩的点 就在于总是可以蹦出各种打法 玩家才能维持讨论并保持热度 而这款将游戏的机制硬是拆分出来 却只是用来服务众客玩家的体验 用短期暴覆的方式来杀鸡取软 甚至百烂营运从此不问凡间事 明明是单机的命 却得了手游的病 就跟如今暗黑不朽一样 加上本身社交性不高 大概率又是雷声大雨点小 准备埋摸在这一波水游浪潮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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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